来 我现在来介绍的是反函数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左边这个叫做定义欲 被对应的过来的叫做直欲 好 我们对应过来看 对应过来看的话呢 这边是直欲 这边是定义欲 假如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它这个函数的话呢 是要存在的 那我们的话呢 首先的话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它的对应回去 我们来看一下 对应回去 这个对应回去的话呢 它也要能够符合函数的条件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结果就是 它一定要一对一 而且它也要印成 如果它没有一对一 或者是没有印成的话呢 它的话就不能够存在它的反函数 那么这是F的话是正的对应过来的 反对应回去的这个的话呢 我们写 我们记作 这个F的话呢 负1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要念的是 F inverse 不要念F负1次方啊 F负1次方的话呢 本身来说是它的导数 那么的话呢 这个反函数我们就要了解了 就是说它怎么对应过来 我怎么对应回去 于是的话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等式 就是我带一个反函数 带一个正函数 它会恢复原状 它会恢复原状 这两个会 这两个会一样 不论这两个可以颠倒过来都一样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话呢 从这边对应过来 这边对应回去 会恢复原状 或者是我们这边对应过去 这边对应过来 会恢复原状 这边的话呢 无论是多少 这边就是多少 那么我们的话呢 对于反函数计算上面来说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例题来解释 来 我们来看看例题 例题是说 假设它给我的一个函数 我可不可以找到它的反函数 那首先的话呢 我要这么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线性函数 那我肯定的它是一对一 而且它是硬乘 那么OK 我可以求它的反函数 那么反函数要怎么求呢 我们的求法的话呢 从第一步 各位同学的话呢 第一步怎么做呢 我们的话呢 先把X先解出来 来 我们看一下 Y是2X加5 来 我们看看 Y是等于2X加5 先把X解出来 那么X是多少呢 我们首先的话呢 两边减5再除以2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X是等于 减过去再除2 2分之 Y减5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就可以写答案了 第二步是什么呢 我们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改XY就可以了 所谓改XY是什么意思呢 把Y改成X X改成Y 我们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了 它的反函数的结果了 这边的话呢 Y是等于 来 同学看 这个X就换成Y 这里的Y就换成了X 这边的是多少呢 是2分之 X减5 这个 就是我们要所求的 反函数